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喝醋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再来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各式各样品种的鸭 他们都有能力可以做这个倒压工作的鸡角吗 那当然是不行 其实我们开始要去做倒压工作的时候 我们也是满外汉 那我们刚好是有一个机缘 就是日本有一个倒压工作的先驱 古野龙熊先生他刚好到高雄美龙去推广 我们就刚好去参加了那样的一个讲席 那在那个讲席里面 因为日本的天候状况跟我们这边差很多 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他们那边放的鸭种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 再加上说他们那边可能没有福寿罗的危害 因为他们是属于温带气候 那后来就是我们经过人家的介绍 在那个宜蘭黎明农场 他有一个萧隆程先生 他专门培育了这一种夏田的鸭 那这一种鸭它是特殊的品种 它是由那个绿头鸭工 就是它会先由第一代的那个菜鸭母 白菜鸭母跟绿头鸭工交配 然后再选优良的母种 再去跟那个北京鸭工配 然后北京鸭工配出来了之后 再选优良的母种 再去跟法国大白鸭配 所以它选育出来的这种鸭 它不吃河本科 它虽然不吃 但是它也是会好奇喔 你如果下去的时候 你的稻子高度刚好在它的眼界 刚好在它的眼界 它在它前面飘 像我们啊 东西在前面飘 我们是不是会把它拿掉 那它当然是用嘴巴直接把它啄掉 所以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块四次去 喔 是喔 全部被它都难腰折断了 所以这个是经过五年之后 我们的观察 我们才知道说 第一期做的时候天气比较冷 我大概插秧后多久来鸭 那第二期做天气比较热 我大概在插秧的时候 什么时候鸭子就要来 哇 所以它这个是有一种timing 就是它不是随便放 那一分地我们刚才说过 一分地要放几只 那你如果说是集体放的时候 它大概是要放几只 所以它这个都是有特别的工法 但其实啊 除了和鸭之外 还有一种鸭就是蛋鸭 就是那个荷菜鸭母 它们只生蛋的那种鸭 可是那种鸭一养的话 可能都四年五年 因为它们在产氮率还蛮高的时候 你不可能把它淘汰掉嘛 但是它们就会有一种 就是会有一个困扰 就是说因为你那个鸭子的话 你养到成鸭的时候 它体型就已经大了嘛 那大了之后 你小鸭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吃你的鸭 所以你必须等到鸭大概长了一个月 你才可以把那个蛋鸭放下去 但这个时候 福寿罗的侵害早就造成了 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完美啦 那像这个和鸭的话 它是可以就是跟着小稻一起成长 然后到我们的稻子抽税 因为稻子抽税小鸭 它其实为什么鸭子 如果是到那个稻子抽税的时候 鸭子其实体型蛮大了 那它不上来的原因 它不能下去的原因是因为 它开始抽税 我们的那个上面开始种 那如果你一直在啄它的根 下面就会扑扑 它风一吹的话会倒伏 所以为了要守护我们的稻子 我们在抽税的时候 会尽量让鸭子上来 所以等于就是说 这是已经是一个很明晰的这个作业概念 对对对 你当现在这样子放下去 等到这个稻子长大 它会跟着它一起成长 它日出而坐日落而死 对对对对 所以等到抽税 稻子抽税 鸭子就起来了 鸭子就不能再下去了 所以鸭子其实在田间的生活 大概是要看你的长短 大概是60到80天 但是这段时间 它会把田里的狐肉真的是吃光光 而且它鸭子在爬伐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现在 因为是今天田区没水 如果田区有水的话 它在滑动的时候 它会顺便把小草给爬起来 所以有中耕的效果 再加上说它的脚脯 这样子滑水 会去打动氧气 带动氧气 所以会增加含氧量 再来就是说它扰动那个水的时候 我们的水会变灼 那阳光就没有办法照射到底 也可以抑制杂草丛生 所以我们田里面的水 也不用太轻要让它混浊 对对对 因为你混浊的时候 你阳光就射不到地表 射不到土壤 所以它的种子 它没有那个萌发的条件 所以鸭子的功能还有一个 它的粪便 它可以补充肥料 有积肥 所以啊 这个时候要补充肥料的时候 鸭子吃的东西就要特别留意 因为我们的鸭子 一般啦 一般人家养鸭可能就想说 我就方便就好 我就可能给它合成饲料 但我们的合成饲料 为了要去稳定我们的鸭子的情绪 因为我们鸭子很胆小嘛 所以为了要稳定它的情绪 可能它会加那个重金属啊 或者是要让它不生病 可能会加一些抗生素 但是这一些 它可能会由它的粪便排出来 那就会去污染你的土壤 那刀鸭中的鸭子 从小就是吃食物长大 我们可能在年米的时候 会有一些碎米啊米糠粗糠 那我们会种一些有机的地瓜 去补充 那我们顺便会去买一些 比如说像麦片啊 或者是玉米啊 吃麦片吃玉米啊 对对对 或者是吃黄豆 然后让它们去补充其他的营养 但是会尽量选择 少基改的作物啦 就是会尽量不会去 不会去选那个基改的 所以它在做不同的功课 不同的学习的时候 就是用音乐 它的音乐是同一首曲子 同一首 同一首 因为那个音乐 它其实它可能没有办法去认说 这个音乐对它来讲 它到底是什么歌 但它知道有声音 我要做什么 因为其实一开始 对这种倒压工作 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一开始 其实台湾很少人很落实啊 我们也是一路这样子摸索走来 然后在当初在走的时候就是 我们一开始我们都用喊的 我一会唱一首 然后它就变成音乐 有一个人的音频 那个人不在 他就不听了 然后再加上 如果东北颈风一来的时候 你的声音在这里吹风 就吹走了 他完全听不到 然后慢慢的演变 我们就变成用那个敲锚打鼓的 就是用一个脸盆啊 然后就开始敲 他又聽到聲音 他就覺得 呃 好像有人在叫我 他就會回來 可是現在敲了打鼓 對鄰居來講是噪音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 那我用音樂試試看 是 以養鴨來講的話 我們要顧及的是環境的衛生 所以你看我們的鴨療 我們用軟食器就是 它的那個便便會留在上面 糞便糞水會滲到下面 所以它不發臭 這一群其實它是200隻 你看它這麼小 可是它因為是因為它很小嘛 所以它這樣就200隻 等它長大的時候是 你到處看到都是大鴨 所以它其實鴨糞便 它到田裡的話 它是下在田裡 可是它如果上來的時候 它下在這裡的時候 你要讓它這裡的環境 不會去影響鄰居 在這個工法上 可能就是要特別的要求 一般他們在講話說 刀鴨工作 一家豬 它的基準就是20隻 一分地20隻 我們一家豬就有10分鴨嘛 因爲它就是要200隻 但是我們這麼多年的經驗 一分鴨 譬如說因為我們鴨子 我們是一次養 譬如說我現在養200隻 但是因為鴨子是合群的 是群體的生活 你不可能說我這分鴨 起20隻 或是一分鴨我起20隻 我一定做揮棒 做揮棒 然後他們做揮棒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功效就非常大 所以你要縮減 所以我一般養我200隻 我可以肚子養200隻 其實鴨子本身 我們覺得說鴨公不是說他在做工作 我們感覺說他在做工作 其實他是在生活 因為他生活在這塊 這就是他的環境 因爲他下去他很高興 我有東西走 我有東西吃 我可以自由生活 所以他很喜歡這一塊熱土 那給他這樣的一個環境 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要去保護這塊土地的土壤是乾淨 水是乾淨 不能讓鴨子說我下去養的 結果我吃到我沒吃的東西 所以這是我們的堅持 那鴨子就是從小回來 我們就是要跟他訓練 因爲其實我們曾經做過很多的嘗試 在以前還沒養的時候 我們鴨子回來我們就是一直跟他養 養到沒了感覺 養到爸爸 他很高興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鴨子要下餐了 可是他要夏天的時候 他沒養去餐的狗 他變成汗鴨子你知道嗎 他很怕 而且鴨子很愛乾淨 他看到我們的蟹蟹蟹沒有下去 是喔 再來就是說 他已經吃到 身體已經有點沒有辦法負荷的那個重量 所以他走了一陣子之後 他就心跳加速 所以他很容易就猝死 鴨子 因爲我們就是多年的經驗 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的鴨子回來 因爲鴨子回來的時候 他沒有去沾水嘛 他又沒有辦法去 啄他屁股 他屁股有一個線體 他有蠟子 他會分泌蠟子 然後他就會把他的身上 他每沾一次水 他就會把那個蠟子 把那個 羽毛給塗抹蠟子 所以你就看他 每次他沾水的時候 他的羽毛如果不濕透到 他的皮膚 他如果沒有 沒有濕透到他的皮膚 這個時候 他就是可以夏天了 那不然的話 如果說 他一下水的時候 他沒有足夠去 先把他自己的那個蠟子 先塗抹好 他一下水他就濕 然後你知道嗎 他這樣下水 他就濕 我們曾經有一次就是 沒有經過這樣的訓練 鴨子就一下田 結果一下田回來 每一隻鴨子就好像中暑一樣 就倒在那邊 所以他們也會中暑 會會會 他那個叫做什麼 什麼什麼衰竭 他就是熱衰竭 逛逛出狀元 沒有大金 就是說 每一個行業 都有每一行 非常細膩的那個 非常特殊的點 必須要去精通 對 他其實這個就是經驗的累積 是 因為一開始 鴨子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心想要做鴨羹米 那為什麼要做鴨羹米 我們也知道嘛 因為福壽羅的關係 因為福壽羅他肆虐 然後福壽羅的劑虐就吃 他把所有水生植物 叫洗綠色的 他都吃空空 是 因為我們社會有一個目標 就是說我們想要去做維護生態 那維護生態 我們又想說 我們可以有財源去挹注 我們可以永續發展 所以我們從農民最熟悉的 產業水稻出發 那水稻 所以就是說 我相信有很多人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很多這個盥形農法的這個習慣 已經累積太久了 所以讓大部分的人覺得說 這個蟹 重到就是這麼樣的做 那你們為什麼會想要做這種模式 就是說到底什麼是鴨羹民 對不對 讓我們社會大眾也能夠了解 到底是鴨羹民 跟一般慣形農法的這個作業 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的農夫就是說 他為了要省食又省力 所以很多譬如說田裡有福壽羅 或者是有雜草 他們可能就是藥仔一攤 可能10分鐘5分鐘半個小時 他就解決了 依靠農藥 對 依靠農藥 可是當你依靠農藥的時候 你要譬如說我現在我要殺福壽羅 你不僅殺福壽羅 你是連土地上所有的生物都殺 那這個時候 當你土壤沒有生命的時候 你的環境就會越來越差 那你的土壤最後還是會死掉 最後的重點是這樣的 對 我們最後 然後我們其實我們主要的是要守護一塊淨土 那我們用鴨根米的方式是因為 我們想要用生物防治的方式 因為我們看社區執行刀鴨工作 已經很多年 剛才我們沒有看到那個環境的變化 很多生物回來 你所謂的環境的變化是說 就是我們現在出去 我們可以跟所有的萬物對話 譬如我遇到昆蟲 遇到了小動物青蛙什麼什麼 我都會很高興 甚至我們這裡會有鳳頭蒼蠅來抓鴨 有石虎來抓鴨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是食物鏈的一環 我們都會尊重 我們反而譬如說我們要保護鴨 我們就幫牠 譬如說像我們那個鴨鳥 現在晚上都會有獵物來抓牠們 那我們只好幫我們的鴨子 關在一個獵物要想辦法進去的地方 那等牠足夠長大保護自己的時候 我那些東西就可以撤走了 對 所以當我們古代的時候 我們印象中的這個田園景關係 會有涼風流 對 會有釣水雞 對 如果說因為這個農藥的使用 就都沒有了 譬如說這種田園風光都消失以後 對 就知道再造就困難了 因為你可以想到 刀鴨莊 因為一樣是一棵監行農法的農田 開始到生物回來 奮鬥了五年 那這五年當中 我們其實花了很多心力 所以我們真的是很深刻地去體認到說 破壞很容易 但是建設真的是很難 所以這個刀鴨工作其實就是說 最重要最重要 除了要讓長起來的這個稻子 它燒成變成米 對 我們人吃了是健康的 對 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說 要讓這個土地 這個土地一定要把它守護好 對 要健康 對 因為其實健康的 我們的土地就好像 是孕育我們的母親嘛 我們的食物都從土地來 所以我們沒有健康的土地 我們怎麼會有身體的健康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概念 去執行鴨更米 就是我們要守護自己的健康 環境的健康還有消費者的健康 所以已經 已經非常的徹底 也就是說 地球只有一個 對 對 不能太多去把它撞毀 我們都會太浪費地球 給我們的珍貴的資源 而且有點不重視 所以這個等於 講到最徹底的根源就是 愛護地球 對 對 對 這是其實也是我們協會一直以來 想要自律去推動的 就是說 希望消費大眾都可以來護持這樣的一塊乾淨的土地 是 經過我們的這個林翠蓮 對 翠蓮 翠蓮經理這樣子 幫我們做了這樣子的說明以後 讓我們一下就恍然大悟啊 一下徹底的都懂了 為什麼今天你們要這樣子一步一腳印的 來推展這個 稻壓工作 對不對 對 對 其實這麼棒的這個理念 應該把它大大的推廣出去 讓更多的這個農友都知道說 怎麼樣來利用這個工法 既能夠守護我們的大地 我們的田 不會因為 種的到 然後土地就壞掉 生病 這些 對 然後又能夠讓這個 我們現在大家的這個 觀念 對於這個食農教育的這個意識 也都非常的提升 大家都知道說要吃健康的米 讓我們的米也能夠很健康 對 所以我們一直在努力當中 加油啦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還有更吸引大家 更寶貴的這個話題 我們在節目中繼續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的這個水池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專為鴨子設計的 SPA池 然後因為我們會不斷地補充 地下乾淨的泉水出來 然後因為那個鴨子回來 它們身體髒髒的嘛 那鴨子超級愛乾淨 它回來的時候一定要去洗澡 要不然的話它睡不著覺 我們常常覺得說 動物好像有時候看起來髒髒的 其實是我們誤會他們的 是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你們用這個 卵石器的地面 卵石器 對 又用這個鵨卵石器做起來的這個 這個水池 這個完全沒有用水泥 沒有 因為它這個就是滲水地面 就是它水它其實可以滲到地底下 那為什麼要用這樣的一個濕氣地面 它其實是經驗的累積啦 就是說 一開始我們在養鴨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說鴨子很會滷 你知道嗎 因為本來是只是土面的 結果就 讓它滷到都這樣放一片一片 就會漏水 然後再加上那個土壤很容易 會有細菌滋生 就很臭 然後會去影響到隔壁鄰居的生活品質 所以後來我們用成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有濾水效果 這個整個池的底下也都是石頭 都是石頭 它這個完全都是石頭鋪起來的 它完全沒有一點點水泥的成分 對 因為最主要是要讓它能滲水啦 然後它的糞便 粗顆粒就會留在上面 然後糞水會往下 那這樣的話它就不會有 泥水往下 對對它就不會有那個細菌 會在這裡滋生這樣子 那可能是它糞便留在這上面的時候 上面我們其實久久的 我們大概是一個禮拜會有兩次 然後會去沖洗它 把它的糞便其實這樣子沖 藉由沖的話就變成小顆粒嘛 又滲到下面去了 對 然後池子的話 我們一般的話會一年啦 會去把池底的 因為它池底還是會有很多糞便嘛 我們一年還是會清一池這樣 對 這樣的話它那個水質啊 才不會影響到它那個太鹹 鴨子就會生病 所以等於就是說 我們這個水是地下水 我們一般的話如果是 那個水鎮有水的話 我們就直接引那個大胺溪的水 那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打地下水 那有時候如果說 因為我大胺溪裡面的水進來之後 我又要灌溉前 我又要補充到這裡 可能那個流量不夠的時候 我就會補充一點點 是是是 這個設施包括說這個水池 都是經過動腦 經過很多的這個 一再地改善出來的 是喔 哇 這是他們的吃飯 這是他們吃的東西 因為現在小鴨還很小 是 所以我們一般的話就會煮飯給他們吃 然後加一些那個黃豆粉 是 這個價值是要讓他們 這個沒有 這個其實是我們在放那個 鴨子食物的地方 還有我們在攪拌的地方 那這個因為是茅草屋 去年因為要修沒有修 所以應該是要修了 是 對 是 因為我們這裡的建築 或者是說我們在圍竹裡的時候 我們都是盡量會採用說 它會自然還原到自然 大地的東西 或者是說它可回收 再利用 是 對 所以這個旁邊的這個樹也是 這個植物也是可以種的 它其實這個植物是 最主要是要去吸附它 那個過多的蛋肥 就是 鴨子很肥嘛 有蛋肥 你如果直接排下去 像我們排到水溝去 我們水溝就會有植物去吸附 但是在鴨子裡面的話 我們會盡量有一些植物 可是很麻煩的是 我們每種什麼植物 都被鴨子吃光光 只有它存留下來 但是你看它也沒辦法再增生 你看它的根有沒有 它就是心長一根就被吃一根 心長一根就被吃一根 所以講起來就是說 我們用這個倒鴨 根做的這個田其實是 不需要太多的施肥 不需要 它其實那個 其實我們的肥 其實空氣中在下雨 它也會帶下來 所以我們一般的話 我們沒有像 一般的農民說 我要有多大的收成 我要下很多的肥料 我們會去觀察 倒坐的生長狀態 再去評估我大概要下什麼 但一般的話我們在下肥料 都是經過審慎的評估之後 今天我們後出的節目 非常謝謝林經理 來跟我們做這樣子的說明 讓我們能夠對這個種田 既然也有這麼樣非常好的這個模式 可以達到健康米的生產 又能夠守護地球這樣子的觀念 還有這樣子的技法能夠廣為宣傳 把好的善的這個音樂能夠廣為傳播 還有這個更精彩的內容 期待下一次節目中跟大家一起相聚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再會 謝謝 謝謝